Hello 大家好,我是雪糕仔 今次回到三角志幻想大陸 今次這條影片是講關於我的科金心得分享 分別有我科金的途徑 然後輕科、中科、重科的科金建議 首先講我的科金途徑 科金途徑是在iGameBuy上的 大家看到首頁已經有三角志幻想大陸 為什麼我選擇它呢? 因為它是官方直接儲值的 可以輸入我們這個遊戲ID 遊戲ID就在遊戲這個位置 回到這個網頁 然後在這個選項輸入角色ID 之後就輸入角色名 然後再按Coding 它就會顯示了你們的資料 遊戲ID 然後角色名 它會顯示示伏器 這個方便的方法就是不需要任何帳號的密碼 對,帳號和密碼 對大家的帳號安全是非常之好 因為儲值不需要用到你的帳物 可以直接儲值 對,它也有提到最底 2000張和4000張是最底的 下面也會有個表 下面有個表 買這個的話 建議大家有2000張和4000張最底 如果大家不可以的話 可以選擇640張現金券 那就是70-80元 我一般都是儲這個4000張的 那我就去支付 那我會跳到這個頁面 對,這個頁面 那大家可以選擇有不同的付款方法 那我通常就是用這個 如有支付的 好,接著我會輸入密碼 好,輸入完了 就確認付款 那我就付款成功了 那我可以進去遊戲裡面領取 好,回到遊戲裡面 大家就會發現了 我獲得4000這個現金券 好,然後我們去買7800那個 那7800那裡就會顯示 會不會使用640張這個現金券 去購買6400幻星的 那算起來其實是會有這個9折的 那因為我們本身要用7800 那如果這個去買的話 其實是710元而已 那所以呢,是會比較划算的 那而且,現在我這個現金券 去買這個幻星啦 那除了買幻星之外 我連這個禮包都可以用到的 即是不單是可以拿來買這個幻星 那一般呢,可能外面的儲值 呢,儲值呢 都沒有辦法買到禮包 而這個很方便 他連禮包都可以用這個現金券 那很簡單 這樣購買 那就可以直接獲取這個幻星 那我買多幾個啦 好,買到差不多10萬幻星應該夠我升一升戰力了 而且用這個現金券買呢 也可以提升到你們的VIP階級 即是所謂的劍戰力 對了,這裡都會提升的 提升到又可以獲取更加多的 橙色神兵任選啦 SSR武將任選啦 以及高級神電石 這些都是非常之好用的 接下來呢 就要講關於一些 輕科、中科、重科的科金建議 那我們首先就講一下納米科 納米科,大家是禮包商店 那大家見到這個 每日體力禮包 8元 納米科一定要買啦 因為這個體力包 是 提升戰力很重要很重要的來源 好,那之後就講輕科了 輕科除了買這個包之外 還要買 雙月卡 以及戰令 可以大大提升大家的 這個幻星的數量 好了,接著到中科的建議 中科的話呢 除了剛才的這個 包、月卡、戰令之外 還要買禮包 禮包呢 就是買關於抽武將的 所有關於武將招武券的禮包呢 就先買了 因為呢 這個遊戲 抽武將呢 那個戰力提升呢 是非常之大 所以我建議大家 先拿武將 而這個神兵啊 那些的話 和士碧啊 我建議是重科玩家才去選擇 那中科玩家的話呢 我建議你 把所有 有關於武將招武的 那你抽完武將之後呢 可以大大提升你們的戰力 那最後呢 就要講這個重科了 那重科就是 就是所有禮包 拉好 那你反正重科 首先 就是包 跟著就到月卡 戰令 跟著就是武將招武有關的禮包 拉好 重科就是全部禮包 最後 還有的是 橫星 去所有橫星 每一個面額都有這個手柱 雙倍的 這些重科一定都是拉好 那拉好之後 還要科的話 就開始 不斷科這個 6400 橫星 那以上呢 就是我的科金心得分享 那這條影片差不多到這裡了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幫手給個like 和分享給有玩的朋友 讓他都知道 這樣的科金比較好 那好啦 那我們下次直播或者影片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